這是霍雪老前人 他其實99歲了 他可以上台講課 一講 三個講什麼都在講課 那這個不是今天講的霍雪 霍雪要講的是 當初在蘋果七十幾年的時候 師母親歸功十幾年的時候 這個是胖華領導長 胖華領導長也是跟我們那個誰 我們心意的那個三陣一樣 他來台灣之後 他也是被他的家屬說都很不孝子 因為他渡了那個米甘大仙 他總共建多少土地 你知道嗎 建了十幾家土地 五十兩黃金 渡了米甘大仙 結果他被他家人 怕我不孝子 因為他會來台灣開放之後 跟師母老大人說 我要我要回去 我要告老還鄉了 我們一天再見 他從台灣 回去 被槍斃 後來他的弟弟娘 罵他不孝子的弟弟娘 他說 我哥哥有智慧 他說 共產黨下來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衝動 我哥哥竟然會把所有的家 很多的錢 很多東西 先進在道場 功德無量 我們會選擇 五十三中 次都已經找到了 往後來 最後一頒 我會選擇 他可能會選擇